我撞见一个月季偷穿我的祭福 她身边飘过一行行字 明明都是皇帝的女儿 不真只能偷穿公主的衣服 还要被恶毒女配打手使下 心疼 齐山公主又蠢又坏 幸好真真不屈服 还有男主暗中相助 活该她被尺夺封号 流放鞭尸 我 齐山公主本人 果然月季名幻不真 称只要公主息怒 自己甘愿受罚 我大手一挥 打烂她的手 宝子们好呀 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 给财神点赞后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她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哦 春草将不真摁住 小康子的金条 却迟迟的没落下 殿下私用重型之事传出去 会惹来非议啊 乍一听 真是忠心护主的好奴才 可惜弹幕告诉了我真相 小康子惦记了珍珍十几年 就算变成了齐山公主的奴才 也没有叛变 好感动 可惜温柔的邻居哥哥 变太贱了 配不上珍珍 我笑问 这里是本宫的寝殿 所有逝者都是本宫的心腹 谁会把此事传出去 说出来 本宫重重有赏 小康子扑通跪下 奴才不敢 他仍不死心 只是这月记的手 生得细嫩 奴才怕打坏了 春草想不通 温顺聪慧的同僚 怎么会做出这等蠢事 还在给小康子使眼色 我淡淡地看春草一眼 春草立正 说 私闯公主寝殿 冒犯公主威仪 扰乱祭祀一致 区区打几下手心 已是公主仁慈 这是我给小康子的 最后一个机会 他没抓住 执拗得不肯行刑 春草也不再帮他 满脸冷漠 我冷笑着想 如此情深意重 怎么配不上不真 我说 本宫成全你的爱护之心 免了这顿责罚 小康子松了口气 我补充道 再次他与你结为对食 不真尖叫 我虽是悦记 但也是良家闺女 公主怎么能让梅根的东西 侮辱我的清白 小康子本来急着 请我收回旨意 一听不真的话 愣住慢了一步 才缓缓地说 公主误会了 春草给了不真一巴掌 小剑蹄子 竟敢对公主不敬 我说 本宫误会了 那就让这月季自己选 哎三十下 还是和你做一对 恩爱夫妻 不真毫不犹豫地 选了挨打 小康子目录不忍 拿起金条 我道 春草 你来打 春草夺过金条 打得又狠又准 啪啪作响 春草不愧是 齐山公主的忠实走狗 春草只是被活埋 真不解恨 小康子被挤到角落 面色惨白 不真惨叫几声 被太监拿又黑又臭的 破不堵了嘴 边呕边哭 三十下打完 她的手心肿胀肾血 她挣扎着吐出破步 这时才哭诉 我认罚 可祭司的雅乐 需要无琴伴奏 只有我会无琴 如今我的手被打坏了 无人可替 傻眼了吧 在这荒凉的行宫 齐山公主上 哪里在找一个 这次是齐山公主 被扎爹厌恶的开始 等男主的杀招使出来 齐山公主就要被 齿夺封号囚禁了 落到流放鞭尸的下场 哈哈 春草气急 你还想赖在公主身上 不真可怜兮兮的说 打我手心 确实是公主罚的 我能怎么办呢 我笑道 那你死谢罪啊 待未十次杖毙 我直接要不真死 男主还能缩在暗处不出现吗 父皇母后 举暗其眉 我以本朝第一名 穿之名为封号 荣宠无上 恶毒女配 现在跳得越欢 以后死得越惨 不真被拖走 春草小声的对我说 不愧是我家公主 雷厉风行 可若真的打死她 咱们反而从有礼变作没礼 奴婢以为 应该先将她关押 再速速请泰勒令来商议应对之策 春草 你也不愧是我的忠实走狗 呸 忠仆良友 我怎么能让你被活埋 我也小声的对她说 本宫知道 你去准备个 你想 是谁助她潜入此处 让本宫看见她偷穿公主祭福 是谁让她变得独一无二 无人可替 给本宫设下这个局 究竟是谁 想给本宫扣上 娇恨妄为 不敬气礼的罪名 春草瞬间明白 奴婢这就严守各个门口 彻查今日职守之人 临近未时 不真的帮手 不得不去请救兵了 然后被抓住 逼问出同党 除了小康子 还有三个侍卫 最后被供出来的那个侍卫 突然杀了同伙又自杀 小康子也要自杀 我淡淡道 死光了 还有谁能护着你的同养媳 原水可解不了尽可 小康子满面灰败 殿下连这都知道 原来是早有防备 错了 我是刚从弹幕看的 弹幕还说 我是恶毒女配 母后是善度外使 父皇是瞎眼扎爹 不真是全世界都对不起她的小白花女主 还是流落在外的公主 男主暗恋不真 一直在暗中帮她 让我下地狱赎罪 弹幕朝我自不量力 可笑 母后出身满门中古的三英世家 父皇是万民称颂的贤民君主 我亦保读师叔 名便是非 如果我们守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 是不知好歹 那不真和男主谋权篡位 凭什么就是不甘平凡 史书由胜利者输血 只要我还活着 他们就休想得逞 我笑问 被他骂是没根的东西 感觉怎么样 我还记得十年前 小康子是如何浑身轻子的扑到我脚下 哀求公主垂帘 带他脱离大太监的引辱 发誓要当公主最乖的狗 他苦笑 又是这儿给我的欢喜 足够我回味一声 这儿说我没根 他不知道 我的根就是他 春草骂他 你倒是对得起他了 可你怎么对得起公主 他神色平静 公主有父母疼爱 想金尊玉贵 怎能懂这儿的苦 又深深的跪拜 奴才来是在报答公主 他撞住而亡 春草没能拦住 不过听见了他 带着泪的遗言 公主小心身边人 内侍中的叛徒都抓出来了 我的身边人 不就只剩皇室中人 小康子感情用事 不堪大用 未必与幕后黑手 有多深的关联 而那三个侍卫 都是母后拨给我的 有人来报 殿下 那些人往外地消息 是往皇后娘娘的昆宁宫去的 卫石道 太监请我出去观刑 不斟在烈日下报晒 已有中暑之政 真真豪惨 齐山公主这个贱人 什么时候能下线 再坚持一下 救兵就要来了 果然母后身边的一等宫女凝庄来了 她要我放人 我问母后的遗旨呢 凝庄说 皇后娘娘传的是口语 我不客气道 你一张嘴说事就是 母后传口语 一向有三个宫女 互为佐证 你连规矩都弄不清 凝庄在母后身边 不算自力很老 之前的梳妆宫女酒后失言 被重罚 而她善于梳妆又温顺寡言 母后便破格将她提到一等 很多人眼红 等着抓她的错漏 她为母后做事 绝不会如此粗心 我质问 究竟是谁让你来的 凝庄脸色微变 飞快地找不 是殿下的侍卫 怕闹出人命 便想请皇后娘娘拿主意 却不巧 娘娘和陛下去花园那两 奴婢怕无聊事 才私自先赶过来 请殿下谅解 春草想请母后过来对质 我摇摇头 想必早在不争被我扣下时 就有人谋划着 要将母后支开 让凝庄来假传口语 只是没想到 一向对母后言听计从 对凝庄也十分熟悉的我 竟然会提出质疑 凝庄笑得温婉 殿下顽劣 可不要让娘娘忧心了 奴婢瞧这根形杖粗壮 很容易打死人 这乐计是泰勒鼠的人 过几天就是祭祀大典 万一挨了一仗就 奴婢这嘴 不说了 我看了一眼不真 弹幕正在得意 凝庄不愧是男主的心腹 不过也挺不知好歹 以为能上位 但男主只爱真真 这么猛的刑剧 齐山公主虐待宫人的罪名 逃不掉了 没打也是洗不清 我让人把不真送回泰勒鼠 笑道 凝庄 你这嘴真贱 本宫罚你一仗 不等他反应过来 早就摩拳擦掌的春草 举起比胳膊还粗的形状 狠狠地往他头上敲 凝庄吓得大叫 齐山公主杀人了 殿下救我呀 他捂着头浑身发抖 还沉浸在恐惧中 还没意识到 被打烂的不是他的头 而是形状 春草丢开粘手的形状 从凝庄头上 粘起一片碎片 笑道 一根用棉絮和热糖做的空心假形状 怎么把凝庄姐姐 吓成这副样子 你也知殿下爱玩 可不要怪罪殿下呀 凝庄渐渐地缓过来了 依然镇定 就算公主对我有误会 也无权私自处置我 要请娘娘定夺 我给春草使了个眼色 春草一脚踢得她跪下 一手掐着她的脖子 将她的额头摁在地上 我缓缓地说 误会 本宫正在努力地想 是谁常常夸你 梳妆的手艺好 才让母后如此器重你 她笃定 见到母后就能自保 是觉得 见到了皇后 就也能见到谁 我想起来了 你年纪轻轻 前途无量 何苦要替她卖命 尚未 要想让人承认一个罪名 就要先扣一个大道 承担不起的罪名 凝庄维持这姿势很久了 呼吸不畅 头脑充血 容易冲动 她一定会为身后的人掩护 一个皇子和一个宫女之间的罪名 能最大程度地毁掉皇子的是什么 我过于震惊式地捂住嘴 凝庄 你明年就25了吧 按规矩要出宫 你却因为她而不想走 她真是胆大包天 竟和你私相授受 母后这个时候去花园 是不是你们想趁母后不在 偷行男女苟且之事 她不仁不义 不嫌不孝 引入嫡母身边的贴身宫女 这是大不敬的罪名 你们肩负淫妇 凝庄的脸已经红得像烫熟了 终于冲动道 殿下坐在那个位子上 怎么可能犯此大错 公主怎么能辱殿下名声 很好 我知道是谁了 凝庄也意识到什么 语速放缓 而后颤声地问 公主诈我 春草高声道 不愧是我家公主 我拍掌大笑 果然是自以为 稳坐太子之位的大皇兄 齐王 凝庄 本宫想成兄之美 贵妾的身份你可满意 凝庄浑身发抖 一摊烂泥似的摊在地上 她现在入齐王的后宅 就坐实了 齐王与嫡母的婢女友私情 齐王二是大吉 早就过了 需要皇后安排房中人的年纪 落下这么大的污点 绝不会放过她 什么贵妾贱妾 不过一句白骨 她带着哭腔道 公主要奴婢欺骗齐王 掩瞒那月季之事 我摇摇头 不 恰恰相反 你回禀齐王 那月季的手绝对无法弹奏了 方圆百里内 也找不出另一个会无情的月季 而齐山公主 骄横无礼 不仅不思不救 还放言区区祭祀雅月 缺了一个月季又如何 反正自己是嫡公主 绝不会受罚 凝庄说 公主当心玩火自焚 春草也露出 不愧是我家公主 但奴婢有话要说的表情 我掐掐她的脸 笑道 齐王折服多年 本宫这个破绽 不得不迈出去 让她出手 凝庄说 此事没有公主 想的那样简单 奴婢严禁于此 又想投诚 又只说半句 这可不是好习惯 我淡淡道 不真不会受封公主 她永远只是个月季 没人能以本宫今日维护皇家威仪之举 公结本宫 齐王自恃是长子 一心继承皇位 和亲妹妹成婚 是有为人伦的大错 她不会让不真认祖归宗的 凝庄大惊 原来公主知道 她不敢再拿桥 将所知的一一地告诉我 三年前 齐王伪装成客商巡视江南 对青楼一女不真一见钟情 不真将自己传的金银首饰赠予她 希望她能为自己赎身 其中有一枚玉佩 是她的生父 给铭记生母留下的定情信物 齐王认出是皇室之事 派凝庄去探查 想让不真与生父认亲 再通过娶她拉拢她的副甲 结果 这玉佩是父皇的 于是齐王将宁庄安插到母后身边 准备离间父皇和母后 又安排不真进入太个署 制造时机用不真的懂事 反衬我的娇满 再告知父皇 不真也是她的女儿 如此这般 我和母后失宠 父皇的父爱转移到她和不真身上 她在顺势请求追风生母 最好能成为敌长子 储君之位无可撼动 我无语宁耶 你就选了这么个主子 她想当储君 怎么跟生下长子到死 还只是低位的换一笔生母一样 满脑子都是争宠 父皇已到天命之年 至今为立太子 还不是因为他们兄弟几个拥默无为 矮子里拔不出高个儿 凝庄苦笑 当时奴婢的母亲重病 齐王赏下石金 她现在是皇后身边的红人 石金不是巨款 但三年前只是个洒扫丫头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探男 凝庄补充道 齐王说区区石金 就可买下两条贱命 想来不值钱的贱币不顶用 母亲弥留之际 正是查证玉佩主人的关键时期 她咒母亲尽快离世 让奴婢不要耽误时间 哇 猎探呛人 宁庄所知的只有这些 还远远不够 父皇的子嗣极少 女儿只有我一个 几个皇子的生母都出身卑微 不比鸣记花魁好多少 不真的皇女身份确定后 至少要上皇家御蝶 昭告京城世家 如此一来 齐王不可能与不真厮守 齐王要如何让父皇认女 却不按规矩公开 而且罚不真本就是我有理 我总不可能一夜失智 在祭祀现场闹事 父皇何至于 重罚到齿夺封号 齐王的杀招 究竟是什么 我想不出来 就去泰勒署找不真的麻烦 不真柔弱貌美 哭得梨花淡雨 我一个月记不值什么的 只求公主 不要迁怒泰勒令大人 可惜我狼心四铁 只是来看弹幕的 泰勒令这个恶毒男配 总嫌弃真真资历不够 来路不正 这次总算被真真的善良感化了 齐山公主的外祖父是定国公 可怜真真的亲人在江南 现在帮不上忙 定国公活不了多久了 齐山公主跟皇后打包滚蛋 滚去过真真小时候的苦日子 匆匆地赶来的泰勒令目露不忍 我笑 大人怜悯她 谁怜悯大人 泰勒令问 殿下的意思是 我说 大人你定随行乐祭的名册 让一个无可替代的乐祭 演奏不容出错的祭祀雅乐 不惜单师职之责 惹龙颜震怒都要陷害本宫 是也不是 单纯的泰勒令神色大变 臣冤枉 公主旧臣 祭祀大典开始前 齐王正和几位皇叔闲聊 父皇把我和齐王叫去叮嘱 突然大太监来抱 泰勒令求见 父皇祈祷 他不抱着他的宝贝珍珠声 找朕做什么 泰勒令进门 颤颤巍巍地跪下 陛下 一名乐祭被齐山公主则打 手掌肿烂 无法演奏 泰勒鼠无人能替 父皇没想到老头是来告我的状的 愣了好一会儿 转头问我 话音 此事当真 我坦然地承认 却有此事 一个乐祭 我想打就打了 泰勒令一把鼻涕一把泪 公主打了一遍还不够 追到泰勒鼠接着打 老臣劝了又劝 公主死活不听劝 还欺负老臣 大太监去着父皇脸色 说 公主深受陛下宠爱 陛下不会怪罪大人的 见父皇不说话 泰勒令又对着齐王哭诉 齐王殿下 公主不守规矩 可臣不敢忤逆公主 臣惶恐 齐王赶紧接住 这个公解我的机会 华英 你责罚乐祭 破坏雅月 祭祀大典毁于你手 无可挽救 丢了皇家颜面 父皇问 齐王 你以为当如何 齐王说 应罚华英禁足 我将不真偷穿公主 祭福一事讲清 问 我罚她何过之有 泰勒鼠缺了一个乐祭 就做不成事 我责令泰勒令整改 有何不妥 齐王问泰勒令 老大人 华英如何欺负你的 泰勒令一一递到来 一是我责她失职 二是我请母后身边 善奏乐的女官 顶替不真 那女官在泰勒鼠立规矩 引得泰勒成 认为她这个泰勒正没用 三是 那女官没带乐器来 只能借她的乐器 触犯了她的洁癖 齐王难以置信 你 我知道 她想说 这和泰勒令找她求助时的说辞 完全不一样 这一通话是明扁暗包 若说我插手泰勒鼠之事 是乐拳 那皇后让有品级的女官 去弥补缺漏 则完全正当 泰勒令还在哭 老臣的珍珠声 殿下要为老臣做主啊 齐王脸都绿了 下意识地去看父皇脸色 父皇淡淡道 你陪几位皇叔多聊聊 这是让齐王站到宗室的队列中 不跟随父皇 齐王面色惨白 恍然道 父皇 儿臣只是体贴泰勒令 父皇摆摆手 够了 都下去 只剩我在 父皇露出怒涩 荒唐 又敲我脑袋 你算计老大 我捂着额头叫冤 父皇盛名 一定看得出是谁想算计 我弥补了雅月的缺陋 摆脱了黑锅 而齐王 体贴泰勒令和阅计 唯独不体贴妹妹为何犯错 也不关心差错要如何解决 父皇喜欢的大智若鱼 是藏智庄鱼 他学的颠三倒四 大鱼 弱智 父皇长叹一声 若老大有五分你的气度 若你更像皇后 学的会藏风脸锐 朕何愁后继无人 我笑道 我是父皇的女儿 像父皇有什么不好 完成祭祀后 众人回京 齐王随行归来 很多人去拍马屁 他不能明说 自己反而失了宠 笑得很勉强 不真还在养伤 我想多见他几面 被母后劝住了 怕我落下跋扈之名 我将齐王设局害我之事 告知母后 母后震怒 齐王 数子焉感 皇子们一向待我很好 不仅是表现有爱 还能讨好一下敌母 母后不争全宠 对他们一视同仁 客客气气 不觉得有人会闲得没事 针对吉祥物 没想到还真有 差点阴沟里翻船 有母后和外祖父在 扎其王不难 我问 外祖父的身体可还好 那日祭祀匆匆的一见 外祖父满脸皱纹 满头滑发 回京后 父皇也有些不待见他 母后说 挺好的 前几天跟陛下比武 还大获全胜呢 就是不小心 一拳打到陛下脸上 让陛下有点不爽 我鸣嘴一笑 外祖父陪父皇征战多年 有舍命救主的从龙之功 父皇继位时 面对世家崔大秀女 机智的追风一位 早死无子的侧妃为皇后 不立即后 后来政权稳固 她和母后因缘生情 想迎娶母后违心后 外祖父一个月 没给父皇好脸看 父皇也未曾以皇权压人 这样的情谊 会因何破裂 只有皇权 我问母后 母后倒很坦荡 话音 你外祖父还没到 功高震主的地步 而且你生得好 是女儿生 前头有三个哥哥 没有朝臣 会硬要站队咱们家 定国功夫还可安稳 二十年 我知道 父皇可惜我学不会大智若鱼 就是客气客气 我朝阴征战多年 几乎无败继 而繁荣昌盛 却迫待休养生息 下一任君主 必须是守城之君 必会削弱武将势力 我的外祖父 作为武将之首 绝不能是储君的外企 我越锋芒毕露 表现得不适合继位 父皇心中的复杂感情 才不会越长越多 我们的妇女之情 我和母族的荣宠 才能长生不衰 这么多年 我们心照不宣地 维持着彼此的安心 可是但目睹信 外祖父活不长 只怕是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内心隐忧 却不能对母后 讲怪力乱神之事 再问母后能否确定 家族无隐忧 母后也严肃起来 我嫁给陛下十几年 从未察觉有意 不过君臣之间 尤其爹是个五蛮子 不可能毫无芥蒂 待我问问爹 母后出生后不久的一个深夜 外祖父正美滋滋的 老婆孩子热炕头 父皇突然闯入 拖着外祖父喝酒 酒过三巡 父皇问外祖父 能否做到永不背叛 外祖父怒了 戴着舌头 表示自己重感情 讲义气 父皇怎能不信他 那一夜像是酒后幻觉 父皇再也没质疑过 外祖父的忠心 母后出嫁前夜 外祖父最后告诉母后此事 道愿道 难道这老皮肤 那时就对你一见钟情 他只比我小几岁 真不要脸 母后只当笑谈 不过足以看出 父皇曾有疑心 齐王坚守我虽然蠢 但是人善听话的形象 闭门不出 表示自己在死过 外祖父稍微的透露了点消息 欲使闻风而动 一本本折子 参得齐王被禁足 真要闭门死过了 齐王求情的折子 没能递到狱前 父皇这次 不会再轻易心软 他处置了大太监 还将泰勒令撤职 泰勒令失乐迟 不懂宋礼结交 颇受冷眼 后来得到父皇联系 被提为泰勒令 泰勒署的公务 也一直是两位泰勒诚处理 两位泰勒诚身后都有人 他战战兢兢 早不是第一次给旁人荡枪时 选择依我所言时 就知道有今日 卸任时感激僻零 不能谋其政 便不该在其位 父皇虽弃中齐王是长子 但见证了齐王的愚蠢糊涂 也会重新掂量 该把齐王摆在什么位置的 比齐王日子更难过的是不真 冒犯公主的罪名传出去 齐王又因避风头 不能关照他 他在泰勒署 可谓受尽欺凌 我让不真来为我奏语 不真来了 满脸视死如归 春草纳闷道 公主还没对你如何吧 你这副表情是什么意思 不真满脸倔强 殿下见我生厌 我责罚自己就是 说着他给了自己一巴掌 脸上多了一个 浅淡的粉色巴掌印 春草插着腰骂道 你顶着这巴掌印 哭丧着脸出去 万一人家以为是公主打的 我现在不打你两下 岂不是亏了 我顺势道 春草 扇他十巴掌 性眼含泪 目光依然倔强 几倍挺得像莲花杆子 你自己逃打 挨了打还要哭了 我赏你块抹布 你替小翠把地抹了 还能替公主省下两缸水呢 春草搞什么辞劲啊 看真真哭起来 都这么美极度吧 哎 天度红颜 春草活埋倒计时 单纯女主挨打哭起来 是真可怜 幸好我是恶毒女配 打起来是真爽 春草骂人的话 不带重样的 我听得津津有味 过了会儿感觉不妙 看大眼睛 殿下 我挥挥手 我要听吴琴 春草满脸委屈的推到一边 还不忘拍马屁 不愧是我家公主 不计前嫌 情趣高雅 我瞪她一眼 少拍马屁 多动脑子 我和春草相伴多年 早已将对方看作半个亲人 我出了事 也不会让她做电背的 这丫头怎么会被活埋 平时拍马屁的机灵劲 到哪去了 真是气死我了 春草做事 把自己的嘴巴缝上 我耳边只声 不真弹奏的吴琴声 输了口气 专心的看弹幕 齐山公主 就是极度真真的美貌啊 真真以后 一定要还她一百个大巴掌 掐指一算 男主这时候 已经摸到定国公的把柄了 定国公大傻叉 仗着自己跟扎爹 打了几年仗 扎爹就娶了他女儿当皇后 他就扎爹的时候 中箭怎么没直接被射死啊 我默默的捏紧了拳头 不真怕我要扇他 窃窃道 可是我弹得不好 他跪在地上弹奏 纸片式的身体摇摇欲坠 我摆摆手 让他离开 齐王府里已经埋下了暗线 外祖父荣满一生 忠心报国 能有什么把柄 让人拿捏 不真来给我奏乐 渐渐地成了一种习惯 刚开始 不真身着就熬 裸露出的皮肤上 总是带着伤痕 跟被虐待过似的 最近 他身上的衣裳首饰 换成实心的样式 面上精心地 用蛋香的脂粉装点过 春草问 公主觉得这月季貌美吗 自然是貌美的 不真精心装扮后 令人难以直视 或许我这么形容 不太恰当 但我觉得 他美得或人且歹毒 春草看我的目光很复杂 震惊 不解 愤怒 茫然 最后归于释然 春草说 不愧是我家公主 这一次 春草破天荒地 主动给不真搬了个小椅 不真垂下头 染得粉嫩欲滴的指甲 轻波琴弦 真真现在只能讨好女配 唉 都怪男主没用 真真很渴望负爱的 好几次都差点被扎爹迷惑 幸好男主一直守护真真 用自己的阳刚之气 补全了真真缺失的安全感 真真不要犯糊涂了呀 恶毒女配 也要被真真感化了 万人迷真真 咦 弹幕怎么这么大 我后知后觉意识到 不真不知何时 细行到我面前 近得我能看清他柔软的 蝶翼一般煽动的黑色长节 乌发微微地散在 附着一层薄汗的白锡箔上 浅粉的指甲 轻轻地攀上我的膝头 像传闻中 豁人心智的海妖 不真的声音很轻 很轻涩 公主爱众 真真何以为报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问 你在太乐鼠的人面前 是如何表现的 让他们将你当作 我的宠妻优待 是像在江南时那样 对老宝说 齐王要捧你 让老宝极力宣扬 你的美貌情义 再红几个顽裤子弟 与齐王竞价 让齐王对你四肢如狂 爱若珍宝 不真眨眨眼 真真听不懂 真真不知 那公子是齐王呀 我伸手抬起他的下巴 我笑道 本宫并无魔境之好 亦无乱伦之痞 你想要什么 有齐王还不够 不真目录哀伤 我忍辱受骂 齐王殿下却不闻不问 想来男人是不可信的 何况齐王是我的兄长 真真不要伤心 等男主当上皇帝 就会开始追欺火葬场了 真真 男主有苦衷 你的真实身份 不能随便暴露 你嘴硬不肯承认爱他 他不让你当皇后 但是你跟别的男人说话 他都会吃醋惩罚你 他真的很爱你的 我看了一阵恶寒 让他离开 齐王把你当亲妹妹 还是情妹妹 本宫可管不着 莫挨本宫 这兔丝草带了毒 四手 春草从门外探出个脑袋 我抄起手边的糕点 就砸过去 臭丫头 春草抱头鼠窜 公主为他训斥奴婢 太勒鼠传得有模有样 奴婢很难不误会啊 公主饶命 我问 整个太勒鼠都在转 春草点点头 我道 去查 他和齐王是怎么回事 监视齐王的人先回了话 齐王精心的准备着一封奏折 要参我外祖父 三年前 他去巡查盐睡 只揪出来两个小喽啰 母后说 齐王缺少雷霆手段 父皇送到手上的立功机会 都抓不住 怕是成不了大事 后来 齐王在御书房哭泣 许多随父皇征战的旧臣 都在江南安居 他不忍惊动 唯恐伤了长辈间的情分 父皇叹他优柔寡断 更赞他重情念旧 最后 父皇只收拾了那两个小喽啰 让齐王自己留着查出来的其他东西 待日后再处置 我们都猜 日后便是齐王继位之后 父皇是有了立储的心思 想留一批过于贪心的旧臣 给齐王练手 不过 齐王没有开窍 只是灵光一现 让父皇又歇了心思 这三年里 他未曾让父皇看到他重情之余的理智果断 反倒昏招平出 就比如这封奏折 参定国公收受重会 私吞严睡 可是 我的外祖父一直在京城担任重职 不和就有一般常去江南修养 定国公府在江南没有产业 我觉得可笑 他连这种假话都敢说 母后神色严肃 话音 谣传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谣传却有证据 齐王手里有账簿和收据 装装渐渐指向定国公府 盖着外祖父的小印 幸好提早发现了 不然到时被打个措手不及 连一句变白都说不出 那小印是你外祖父年轻时的信物 三十多年前就医师了 若不是跌发毒事 自己没做过 我都不敢信 竟有人从这么久之前 就谋划着算计点 母后追问那小印为何一失 外祖父面露难色 两久才告诉母后 这涉及皇家秘心 即使母后和我是皇室中人 他也不能说 我始终感觉 其中缺了一环 只要能补足那一环 就能将一切都串起来 外祖父不告诉我皇家秘心是什么 但我知道是皇家秘心 就已足够了 我在藏书阁待了大半天 寻找三十多年前的记载 当时正是四王夺敌之乱 记载杂乱且不全 我只能自己拼拼凑凑 史官写 当时还是顺王的父皇与废太子 废太子的胞弟斗智斗勇 将顺王早有苗头的帝王之姿 描写的活灵活现 一看就是父皇继位后 新史官美化过的版本 我深知帝王的本性 信了一点 没全信 能毫无竞争 一路顺利的登上皇位的皇帝极少 我父皇和三个兄弟斗了近十年 刚继位时还得看老陈脸色 后来是以兵权稳内政 用战场上的威名 换来了掌握大权的底气 我以前听外祖父一苦思甜 父皇当年夺位时 几度被逼入绝境 外祖父说 废太子草包兄弟俩不足为惧 两个爹一起都打不过一个 戛然而止 我突而想起外祖父的未尽之言 四王夺敌 还有一个贤王 废太子和胞弟是彻底的手下败将 在记载中占据一席之地 以被美化或丑化过的形象 衬托父皇的帝王之姿 而贤王在被毁又重造的记载中 几乎只留下一个名字 有记载的后代 都已在混乱中死去 恰恰证明 当年父皇有多忌惮嫌恶 不珍在公道上将我拦下 齐王口称爱他 不再踏入后院 但齐王非无子 自是不愿意 很快地就查到不珍 世家贵族折磨人的手段不少 不珍叫苦不迭 他只是想利用齐王 从未要求过齐王为他守身 便劝齐王雨露君瞻 齐王却无论如何都不怨 不珍一边在泰勒鼠受欺负 一边夹在齐王和齐王妃之间左右为难 深感自己是这对夫妻的玩物 寻摸着别的出路 我让人肃清流言后 她的优待消失了 过得不太好 泰勒鼠的同僚在不远处看着 她眼圈红红地唤我 殿下 男主迟早会追击火葬场啊 珍珍受齐山公主欺负 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个恶毒女配就是珍珍的垫脚石 珍珍干嘛委屈求全 对不珍没好处 那就是对我有好处 我本不想搭理她 这下来的兴致 让她随我回去 不珍对我讲 她要做公主 做公主 就不能与齐王厮守 男主的杀招一放出来 齐山公主 全家就可以滚蛋了 珍珍干嘛 这时候自乱震脚 乱套了 珍珍真心要认扎爹呀 虽然珍珍现在应该还不知道 但我还是觉得贤王更惨了 我说 你如今与齐王有情 日后若反过来怨恨本宫剪断红线 本宫必将你的皮包下来 制成无情 不珍抖了抖 我明明是能与她平起平坐的天姐子嗣 她说爱我 却让我做揉搓捏扁的玩物 一点好处都没让我得到 若殿下帮我 我感激涕零都来不及 如何会怨恨 那块玉佩在齐王手中 她没有证悟 也不敢表露 自己算计了齐王 只能求助于我 我点点头 在不珍期待的目光中反问 那本宫为何要给自己添一个 来路不明 心思不纯 还能与本宫平起平坐的姐妹 不珍神色几度变换 我平静地看着弹幕滚动 想清楚再说 你最好记得住 本宫是你的贵人和主子 不是你的垫脚石 就算你做了公主 在本宫面前 也不过是春草会对你客气些 不能再随意的 一次扇你十个巴掌的地位 不珍咬咬牙 到底是屈服了 她的花魁生母死得早 她在青楼里长大 自小学琴棋书画攒身价 也曾幽据被老宝随意处置 但老宝说她不一般 要将她留给贵人 精心地养了她十几年 将她捧成江南有名气的亲信人 也养出她的兵姬玉骨 争宠心计 以及迫切非上高知的野心 再后来 就是齐王和她的爱情故事 不真怕我有芥蒂 说 我并不觉得齐王特别爱我 当年她害怕被公结淡于美色 不想为我赎身 我本也不想和她走 是老宝告诉我 生母留下的玉佩是皇帝的东西 我起了回荆做公主的心思 才将财物赠予齐王 谁知她连亲妹妹都不放过 我深吸一口气 说 你若有半句虚言 就不是十个巴掌 是一百个 给你头都打掉 不真捂着脸 保证自己没有撒谎 不真切声地问 殿下 我何时能做上公主 到底是在青楼里养大的 在宫里受了几个月的戳磨 意识到自己草芥之身翻不起风浪 不敢再生别的心思 不真的性子 只能顺风顺水 扛不住逆风的压力 所以老宝没告诉不真 她的真正身事 直接与齐王合作 老宝不是要她做公主 是要她做未来储君的皇后 让贤王的血脉复兴 时间紧迫 我闭了闭眼 你这公主是做不成了 但我可以让齐王妃 离开齐王府 你入齐王后宅得个名分 不再受人折磨 齐王不愿让你做公主 你拿不到玉佩 生母也早就死去 空口无凭 如何上皇家玉蝶 不真面露难色 沉思片刻 答应了 反正总比她在太勒鼠 受尽七零要更好 不真一走 春草鬼鬼祟祟的探头 我连扔糕点 砸她的力气都没有了 被捕年 本宫要去昆宁宫 三十七年前 京城内乱 贤王侧妃回母家待产 相传一时两命 尸骨无存 贤王侧妃祖籍是江南围城 不真的生母 年约三十六七 我的母后正是三十七岁 外祖父本是贤王手下的小兵 因性格耿直多年 不得晋升 后来被亲戚举荐给父皇 为父皇安前马后 我的外祖父曾叹 江南是春风俯岸的好地方 可惜他此生只去过一次 还去得不巧 我猜得到 他去的那次 是为了替父皇 取贤王侧妃和腹中孩的命 而父皇没见到尸骨 那夜深夜来访 是怀疑外祖父顾念旧主的恩情 将有孕的贤王侧妃 藏起来保护着 等生产再抱回府中 当自己的孩子养 母后大惊 太荒谬了 爹是蛮子不是傻子 我苦笑道 就怕荒谬的谣传有证据佐证 外祖父得了急诏入宫 死活不信 振振有辞 我为陛下出生入死二十年 陛下不可能因谣传而疑我 我无奈道 正是因为父皇需要你出生入死 母后又是女儿身 父皇当年才隐忍不发 后来你得高望重 又是武将之手 父皇不想担谢末杀驴 残害旧臣的恶名 便迎娶母后入宫 若母后是贤王之女 身上担着贤王救党复兴的重任 那放在哪里 都不如放在守卫重重的宫内 放在父皇眼皮子底下 更能让父皇放心 我顾及母后的心情 软生道 不然一个年近四十 见过不知多少如花美眷的帝王 何故对从龙之城那十几岁的女儿 姻缘生情 还力排众议 立为心厚 母后怀我不义 此后多年未在有孕 凝庄投尘后曾说过 感觉内务府给母后特制的枝粉有益 我们以为是父皇害怕嫡幼子 隐兄弟相残 原来是父皇还有更深的疑心 母后道 话音说的是 外祖父嘟囔道 我女儿年纪轻轻 被这老皮肤糟蹋了 她还听信旁人 怀疑你的身份 简直可耻 母后展颜一笑 爹 女儿早不是娇娇女 话音 你也莫小看母后 我可是在这宫里 稳稳当当的做了二十年的皇后啊 事到如今 贤王救党如何催生陛下的疑心 想偷龙转凤 让我们替贤王血脉送死 已经不重要了 话音 你连外祖父都要叫来 想必是有主意了 说说吧 我道 一旦贤王救党 做好万全的准备 率先发难 就再无回天无力了 自证难 不如搅混这一池水 让大家都不好过 齐王府最近闹得正欢 齐王妃请求和离 三年前 先其王妃突然暴毙 彼时 父皇正有立储君的心思 亲自从秀女中指了一位出身名门 财貌俱全的千金给齐王 齐王让先其王妃暴毙 本是要向贤王救党 证明自己的决心 表示自己继位后 会让不真做皇后 没想到 父皇止了婚 他尝到了强力的七族的好处 舍不得 也不敢再让王妃暴毙 齐王挽留齐王妃 齐王妃提的条件 是要他跟不真恩断义绝 齐王自然不可能答应 不真身后 站着整个隐在暗处的贤王救党 这才是能在关键时刻 助他出其不意的夺位的杀招 齐王妃十分强硬 不惜以自己善度 无所出的理由自请下堂 他母家的老太君也去了齐王府 追在齐王身后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好歹是将这桩姻缘搞得破裂了 然后齐王妃大骂不真 扬言见一次打一次 不真去齐王府 与齐王私会 症状上还在往外搬嫁状的齐王妃 齐王妃身为将门狐女 会歇拳脚功夫 她揪着不真的头发就打 从街头打到街尾 引得各家的贵太太开窗为官 不真哭哭啼啼的 找齐王请求庇护 齐王慌忙给了不真一个贵妾的名分 让她暂居别院 齐王妃的父亲 官制一品太保护君统领 在朝会上变着法子的挑齐王的刺 让父皇看着闹心 后宅的是 父皇不好管 母后领命为君分忧 照齐王妃入宫谈心 齐王让凝庄打探谈心的内容 凝庄回禀 齐王妃哭诉齐王宠妾灭妻 母后让齐王妃首富得 总之是富道人家的事 齐王没当回事 凝庄没说 齐王妃当着满宫工人的面 哭诉不真勾走了齐王的魂 自不真来后 齐王与不三不四的蒙面人频频来往 府中多了好几本奇怪的账簿 还有不知何处得来的大额银票 后宫是父皇的后宫 岸中查探 外祖父憋不住想当证人 我和母后依人一边胳膊给他架住 帝王多疑 只有让陛下自己查出来一切 陛下才会相信 我们这般冒头 反而会让陛下怀疑是我们陷害齐王 外祖父怅然道 多少年的兄弟 净生疏至此 外祖父是个讲义其重感情的五蛮子 这种人只有两种下场 劳苦功高 却不知急流勇退而亡死 自迁放权 被君主纪念恩情而善终 定国功夫 绝不能有主动参与此事的苗头 我们只能在暗中推波助澜 已经和离的齐王妃 则没有这么多顾忌 他家肯让宝贝女儿 给齐王做续嫌 是因她抱着 能当上未来皇后的心思 做不成也就罢了 是自己压错了宝 但齐王谋划着 利用她登上皇位 再害她 这就让人十分恼怒 齐王与贤王救党谋逆 赢了 他家逃不着好 输了 他家作为妻族 他父亲又担任京城重要的五职 根本洗不脱参与谋反的嫌疑 齐王妃并不介意 自己留下泼妇的恶名 只感到后怕 以前的自己 竟对齐王拥落外表下的愚蠢和野心 不够警惕 差点让整个家族都被毁掉 被流放都要跪泻雷霆雨露 居士君 眼见时机差不多 母后开始凭召二皇子和三皇子 渐渐的 有母后要过继一位皇子 到自己名下的传言 齐王急了 和贤王就党商议后 深夜求见父皇 父皇手中拿着折子 看齐王在自己面前表演 齐王晦身晦色的描述 自己是如何机智的 发觉我和母后的一场 顺藤摸瓜 发现我和母后 竟是贤王的后代 我和母后应当被戳穿身份再处死 而定国公司藏匿成叛党之女 更应重罚 父皇问 你说完了 齐王点点头 他不知道 父皇手中的折子里 写满了父皇派去江南的密探的报告 还有齐王非父亲 不惜自曝读职责 也要上报的调查结果 父皇将那些东西砸过去 纸张漫天飞扬 还想陷害皇后和话音 朕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的东西 齐王恍然的从地上捡起两张 只看了一眼 就慌得站不住 下意识到 父皇 儿臣错了 父皇冷声问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齐王忽而反应过来 惨白的脸上露出僵冷的笑 父皇 是你逼儿臣的 贤王救党已潜入京城 得了齐王的暗号 带着两对精兵发起逼宫 殿外人声鼎废 兵哥碰撞之声 不绝于耳 齐王哆哆嗦嗦地掏出把刀来 对父皇说 父皇 你写传位照 传位给我 我就不杀你 父皇凝视着他 抬手指指自己的心口 往这里捅 齐王慌张道 你不要以为我不敢 你死了 我就可以做皇帝了 父皇冷笑一声 步步逼近 真的快要捅到时 齐王闭着眼尖叫 往父皇身上乱捅 父皇 不是我要杀你 是贤王就当逼我的 你安心地去吧 却捅到了硬物上 反将刀振得 从他颤抖的手里跌落 父皇再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 你若真狠地下心 杀朕取而代之 朕反而要感慨一声 自己后继有人 你可知贤王就当 为何对朕恨之入骨 贤王当年 真是善于玩弄人心 害朕的母妃被打入冷宫 受太监侮辱而亡 一个成型的女胎 惨死腹中 更让朕与野狗争食 后来朕为了继位 手刃了他 废太子和他胞弟 朕都后风已是仁德 只有他 他的全尸 后代朕一个不留 殿外的厮杀声渐渐的停了 齐王妃的父亲 作为护军统领 对贤王就当的夜袭 早有预料 今夜的宫变 尽在父皇的掌握之中 齐王骤然听到这些 又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 吓得两眼翻白 恐惧地昏过去 父皇让躲在屏风后的母后出来 握着她的手 说宫变已停 话音也不必在外子家避难了 等天亮就回宫 那个不真 跟贤王就当一同处死 母后点点头 父皇又叹道 可惜了 朕这些子嗣里 唯有咱们的话音有资质 朕实在挑不出让谁继位 母后也紧紧地握住 父皇微冷的手 说陛下挑不出来 让我代劳也渴 父皇眉头微醋 突然觉得身体有些不听使唤 猛然意识到不对 皇后 你害朕 母后说 陛下年余半百 今日又在宫变中受了惊吓 中风偏瘫是很正常的 只能说是臣妾害陛下 父皇说 朕从未对不起你 母后淡淡的一笑 我知道 陛下对我是有几分感情的 即使这么多年 都在怀疑我和华英是贤王泄脉 也不曾痛下杀手 所以我对陛下也没下杀手 可是杀了不真和贤王救党 陛下对我和华英的疑心 就能完全消散吗 陛下宠爱我二十年 我一陪伴陛下二十年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何谓帝王多疑 我会从二皇子 三皇子中 过继一个到我名下 定国功夫 不再广结亲朋 爹会交出兵权 未来三十年内 陛下能否满意 父皇的左手已经动不了了 母后紧紧的搀扶着他 两人对视两久 年余半百 从不服老的父皇露出疲态 他靠在母后身上 闭目叹息道 可 陈允若两个都不争气 在培养皇太孙 母后亲手为父皇言没 让父皇写下立储诏书 只在名字处留白 得了这纸诏书 公辩才算是彻底的平息 贤王就挡清朝而出 被一王打尽 父皇打算将其王囚禁在偏远青州 问我觉得这个刑罚是否足够 我不说够不够 只说毕竟是长子 总要留几分颜面 众人都看得出 父皇这些年 对曾被贤王用来威胁他的长子 总是多几分宽容 这份宽容 极有可能促成另一场政变 正如折服多年的贤王就当 父皇叹息一声 改为将其王贬为庶人 一路流放到青州去 我们都知道 流放路上 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 而不真 早在公辩当夜 就被我接走 名为避难 实为监禁 到此时才知自己的真实身份 贤王侧妃和副中孩 确实都死了 不过当年还有几个出身低微 没有正经名分的侍妾 随行服侍他 其中一个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已有身孕 后来生下女儿 就是不真的生母 不争惶恐地求我救他 美人垂泪 我对将死之人多了些可惜 你的美貌 若能多分几分到才智 心计善权中的任意一个 何至于此 我不会救他 对敌人留情 就是给自己挖坟 还有救 珍珍你去投奔二皇子 他会把你藏好的 二皇子去齐王府的时候 对珍珍一见钟情了 还在齐山公主 被流放编尸的时候 还添了把火 不跟那个三皇子一样 死直男不解风情 还偷偷地给定国公收尸 珍珍 你怎么跟瞎子一样不听话呀 二皇子表现得非常孝顺 相比之下 三皇子的例行问安 就显得平平无奇 母后主义二皇子 我赶紧劝说他 再多观察一会儿 二皇子被弹幕夸了 我很难不怀疑他有问题 一观察 就观察到二皇子用乌骨之术 诅咒父皇和几位 曾驳斥过他政见的重臣 这下没得挑了 立储诏书上 只能写三皇子的名字 幸好 三皇子轻正的表现还不错 他不算聪慧 但宜人不用 用人不疑 比齐王曾经的招令膝盖 让大臣们舒心多了 足以做个守成之君 不珍被关进死牢 我去见了他最后一面 弹幕消失了 不珍一身求一 十分从容 短短几天 仿佛历经风霜 长了许多阅历 抬头见识我 他灿然一笑 果然你看见弹幕 一定有办法 当夜 我做了一个梦 是不真的视角 年幼的不真 发现身边出现了奇怪的蚊子 他被弹幕捧得不知天高地厚 直到遇见齐山公主 一而再再而三的受挫 斗争多年 风云俱变 昔日的齐山公主 被判流放到 比齐山更远的苦寒之地 他刻意的穿上公主华服 去羞辱华英 华英素以俭装 坐在监牢中 面色苍白 脸颊带伤 却不显颓败 仿佛仍是 燕光四射的齐山公主 华英不怒反笑 你觉得我这就被逗倒了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还有机会 你永远不能安心 弹幕说 华英会死在流放途中 被齐王的人鞭尸 不真看着滚动的弹幕 说 你没有机会回来 华英盯着他看了许久 恍然大悟 你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 怪不得你们两个蠢货 总有奇招 不真说 我活在预言里 华英笑了 你活在梦里 我们打个赌 你做不成公主 也做不成皇后 不真不以为意 后来他撞见齐王师父 被掐住脖子 激进窒息 齐王成为新帝 却如丧家之犬一般恍然 他以为自己能当上尊贵的公主 和曾经的华英一般 可不知怎么的 他的身份突然变了 未必是先皇的女儿 但一定是贤王的血脉 他被贤王救党推着 要坐上后卫 又被新帝阻挡 到头来 什么也不是 师父是贤王救党的计策 新帝和不真都是局中人 新帝梦见先皇 他梦见华英 两人都难以安起 新帝平庸懦弱 男丹大任 浑浑噩噩噩 贤王救党 迫切地想让不真生个孩子 想邪幼主把持朝政 新帝将满枪玉器 发泄在不真身上 他被锁在狗笼里 忍受新帝的羞辱 不真有过一个孩子 新帝一拳一拳地 打在他威龙的小腹上 贱人 你也想嫁空阵 你以为你是华英 还是华英的母后 你和朕一样罢了 流产后 他再也不能有孕 贤王救党 和掌权的重臣 各有一心 逼师德的君主退位 新帝恼怒 将不真折磨得越发凄惨 新帝曾深爱他的容颜 如今却逼得他丑态百出 以此为乐 弹幕始终喜闻乐见 他不是故意的 可怜珍珍 七代追击火葬场 熙熙 男主一点都不好 二皇子在等机会 七代男二上位 弹幕将他的人生 当作戏剧 他只是一个 没有血肉的角色 他开始恐惧弹幕 但弹幕永远在眼前 后来四处战乱 不真终于逃出来了 眼前尽是湿山血海 京城繁华 江南好景 怎么变成这样了 二皇子找到他时 他从弹幕中 遇见到自己的未来 崩溃自杀 临死前 他好像见到了华英 华英仍是那日的模样 平静地笑 赌约 你说了 不真只当是幻觉 照常闭上眼 躲避弹幕 他喃喃道 我看得见弹幕 才变成这样 为什么要让我看见 如果看得到弹幕的是华英就好了 华英一定也会害怕的 华英一定也会被逼疯 华英看不见弹幕 要是看见了 华英一定有办法 醒来时 我耳边仿佛还萦绕着不真的呼号 恍如隔世 殿下 该用早膳了 膳房新出了八种样式的糕点 瞧着都好吃 殿下快尝尝 春草用沾着糕点香气的手指 戳戳我的脸 暖乎乎的 殿下怎么不动 还是第一次见殿下来床 我握住他的手指 扭头一看 桌上八叠糕点 每叠都装满了 春草笑得见兮兮的 我瞬间清醒 让本宫尝鲜 你要拿一个不行 春草眨眨眼 我 那也要拿两个 春草 奴婢吃一个不够 我 你端这么八叠过来 显得本宫像猪 春草鼓掌 不愧是我家公主 体贴工人 宽宏大度 我忍无可忍 少拍马屁 装周梦蝶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 蝴蝶之梦为周语 我就活在此世 活在当下 全文完